信佛,念佛,学佛众生是离不开烧香拜佛的,烧香拜佛也会有讲究,原来烧香拜佛之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愿望成真,大部分人都给忽略了。 拜佛的初衷是好的,祈求快乐安康,但是拜佛前也要说出三大祈愿,才能使我们那所求得到实现。 虽然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,但是其实有很多烧香拜佛的人,他们的动机并不如法。 曾经有一位居士对我说,某一个庙门口,有一位老太太手里拿住高厢,祈祷佛菩萨说,观音菩萨呀,佛菩萨呀,我的儿媳妇对我不好,让她早早受到惩罚吧,这哪里是在学佛呀? 明明是骇人,太可怕了,这种东西简直是离佛教千里之遥。 还有这样说的,神佛呀,让我赚多少多少钱吧,我拿住多少多少钱来给你烧高厢,这些是要佛菩萨替你出气,合伙做生意。 烧香本非常好,齐请长寿健康,无病无灾,这当然是有用的。 不过要记住,不要抛下主要的问题,只说次要的问题。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? 在烧香的时候,第一个要祈祷的就是,愿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于我,让我相续当中无数事来伤害我,令我在种种地狱,恶鬼,畜生等三恶道, 即人,天,阿修罗等六道轮回中不断流转的因缘,即贪,称,吃,慢,以等一切烦恼惜皆消除,令我生起大慈大悲,菩提,布施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,智慧等波罗密多,速速脱离轮回之苦到达永,久安乐的菩提果位吧。 愿一切诸佛菩萨保佑我,加持我,令我在今生得到人之际,能解救天下一切有情父母众生,速速正得佛陀果位。 如果我今生成不了佛,那就令我往生西方极乐佛国,在阿弥陀佛那里修行佛法吧。 正得佛陀果位之后,我即能报答一切众生的恩德,其请令我达到如此殊胜的因缘吧。 为承办这个目的,让我今生中修佛法的一切因缘,极善缘,福禄受财,智慧,慈悲,德能等一切顺缘息皆增长吧。 将修这样舒适法的一切为缘,特别是疾病,灾难,痛苦和障碍等等一切障碍和为缘息皆消除吧。 与我有关的每一个人,令他们消除一切为缘,得一切顺缘,包括我的儿女,我的父母,还有我的亲朋好友等,令他们远离一切疾病,灾难等为缘,获得一切顺缘,并且令他们如法。 法如正,正如道,速速正得佛妥妥位吧,寺庙烧香拜佛时,这五条禁忌一定要切记,第一条,除去佛经和上香用的供奉之外,其他东西都都不能带。 尤其是沾有婚星的食物。 大家都知道,古时候的和尚都有五戒,其中就有戒婚星这一条,神坛之中的菩萨和神仙也一直都戒律清规,作为他们的信徒救赐,然要追随他们的脚步,不能沾风带游。 而寺庙一直是以庄严神圣之称,工人请相还愿之用,因此,去寺庙之前,一定要注意这一条,千万不可侵犯。 第二条,进入寺庙时要沿住寺庙两边进入,切步可从中间大摇大摆进入,这样既是对菩萨的不尊重,也是对香客的不得体。 按照民间这个说法来看,一般都是男左女右依次进入。 如果遇到靠门之时,那么便是左脚先迈,后脚紧跟,这是进寺庙时要注意的礼节。 第三条,要沉静,不可东张西望,大声喧哗,口出噩语。 寺庙是一个宁静威严的地方,它能洗涤人们的灵,达到一个静的目的,因此,如果你在这里时刻喧哗,将会破坏这种安静,那么自然,神灵也不可能会庇佑你。 第四条,一定要注意不能在大殿,上打喝歉和随地吐痰。 这是没有礼貌的行为,这种做法显示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如何,如果实在素质太低,神灵也不可能庇佑。 你这种毫无底线的人,都说成则灵,只有虔诚的跪拜和尊规,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。 如果你的行为都不成了,菩萨又怎么能听到你的声,从而解决你的困难呢? 第五条,进了寺庙,有一件事必须要做,那就是请香,恭拜神像。 请香的时候一定要左手拿香,右手点燃,切不可拿嘴去吹弄碗闹它,之后双手拿住跪甲拜佛。 最后,插入香坛的香千万不能再拔出,这样的做法既不尊重神像也对字不吉利。 此外,还有许多行为在寺庙中不能赞,向对住神像指指点点,肆意谈论,对待僧人无礼,大声叫唤,这些在寺庙中都不能做。 我们进寺庙的目的五,不就是求平安和解答困惑,所以,进去之前一定要查清楚,寺庙哪些规定不能干,不然触犯了神灵,又怎么会让你得偿所愿呢? 本文所列举的念佛见,是获得的十种殊胜功德,概括的比较全面。 一,常得一切天神隐形守护。 天道中的一切天神,都尊重佛法。 我们念佛的功德,必然感动天神,欢喜赞叹,冥冥中加以保护。 因此,念佛的人,不求消灾免兰,自然消灾免兰,不求家庭平安,家庭自然平安。 这对念佛的人来说,不过是现实获得的小利益。 对天神说,也是积累功德,双方均有利益。 二,常得一切菩萨常随守护。 菩萨的任务,就是上求佛道,下化众生。 所以时常分无量,由化十方,普度有缘。 念佛众生和诸佛菩萨有缘,众生在生洒苦海中,一称名,是向佛菩萨发出的呼救声。 所以,古德说,生洒爱海中,念佛第一。 称名求救世音,菩萨寻生救苦世源,因缘和和,感应道教,自然堂凶化吉,离苦的乐,这就是古。 古往今来,许多有缘众生,由于遭受恶难苦恼而称念名号,由于称念名号而转位为安,也由于获得念佛的利益,而生信发愿,求生净土,见佛文法。 先以欲勾签,后令入佛制,这是菩萨化度众生的善巧方便。 3. 常得诸佛昼夜护念,阿弥陀佛常放光明,设受此人。 常得诸佛护念,护,保护,念,殿念。 阿弥陀经说,是诸善男子,善女人,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,皆得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。 说明念佛的人,受到一切诸佛的保护和殿念,由于诸佛保护和殿念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,所以他们修行的,能永不退转,直到的正佛的智慧,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。 照这样说,就算这一世不能往生极乐世界,但既已种下善分,就不会退转,一定有一天会往生净土,见佛文法。 阿弥陀佛放光射寿,阿弥陀佛,又好无量光佛。 佛的智慧之光,横遍十方,超越空间。 佛的光明比太阳的光大千亿倍,太阳的光,一道墙便隔断了。 佛的光明无所不照,任何东西也阻隔不了。